就政府推出版团条例修订去规范 在日后一些网上的恶搞或者第二次创作这些行为 有机会是列为刑事的话 我们觉得对香港的创作自由 网上的言论自由其实都会构成很深远的影响 你会见到过去其实已经是有现行的法例 已经是将这类侵权的行为列为民事 是由相关法例去规管的 但你看看为什么特区政府还会这样做 其实他就会尝试将这些本来是民事的条例 变为刑事化 民事就是说如果你将一些商品 或者将一些歌曲、片段再创作 从而造成一些黑色幽默或者嘲弄 这些行为的话 其实如果是这些版权拥有者 他们觉得他们的商业利益是受损的话 他们已经是可以透过民事作出追讨的 但是很多没有这样做 因为为什么呢 他会看到这些可能是对他们的商业收益是微不足道 又或者正正是透过这些这样的疑似创作 或者恶搞的话 甚至乎更加令到他们原本有的商品 那个名气是会更加大的 所以已经处理得到的话 又现有法例 为什么政府还要这样做呢 你只是能够解释 在网上出现的大量的恶假或二致创作 是针对着一些公众人物 针对着一些政治人物 针对着政府而来的 而政府不能够容忍 就是网民也好 年轻人也好 是对他们是有这样的批评 或者不能够容忍这种这样的 网络上的文化是持续地去发烤 影响得到政府的管治 他不能够容忍这些批评的话 就透过这些版权条例的修订 去限制网上的恶搞或二致创作 其实香港现在讲的 经济要专营 要希望可以发展这个创意工业 这类这样的网上恶搞或者是二致创作 其实是鼓励得到很多的有创意的表达方法 我自己以前也试过 例如将这个满城进带黄金甲 那部戏里面一些电影剧照 海报剧照 就将主角的样子 将他变成唐英年 就是奉执他当年做财政司司长 是座拥有很多的财政储备和盈余 但是政府都没有做好一些民生政策 就做守财劳 我没有遭受到任何电影 那些版权持有人的一些警告 反而反而你会看到 因为这样做的话 其实就会更加多人注视 原来城中其中有一个流行的电影 是这一套 这些其实是很微不足道 也不需要政府不合比例地 透过版权条例的修订 去禁止这类这样的行为 其实我们看到政府的立心是不良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